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个 拜什么神明 看上面看得出来吗 如果不跟你们说 你们猜得出来吗 来 总经理猜得出来吗 大毛补人 住对面的猜得出来吗 山山国王 对 山山朗庙 国王庙 那几个字是刚刚在邱家人写的 山山朗庙 国王庙 前面 东四人写的 这个庙 所有的 不是所有啦 比较重要的文字都是大毛补人自己做自己写 这个穷乡僻壤 很穷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很大文化的地方 除了这个很漂亮的庙 它不是很古老 你说要比什么龙山寺 天后宫 我们比不上 可是它的人文底渊不会输那些 龙山寺 好多是龙山 那个陆港人自己做的 我比如几个名字 什么国新林 黄天树 你去他们的庙里看到陆港人自己写的 自己画的在上面 太现宫也是 我们一般看庙 一入门你觉得看到什么 就是国王庙跟山山朗庙嘛 我们自己写 这两个门绳 来各位看一下他们 他的眼睛 来走 左右走一下 左右走一下 来来 你就看他的眼睛 他会不会跟着你走 他会看着你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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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师是 叫李汉清 他是新传讲的老 新传讲的德主 一般我们有读书的 有学有学历的 你可以考个建筑师 考个什么师 没有学历的 政府就给你这个新传讲的 这个这个奖项 表示 他的功力到那边 这个老师画得多好 第一个 看他的眼镜 这个叫四顾眼 他的眼镜会跟着你走 法国罗浮宫的蒙娜丽莎 我经常这么比 当然是比较过誉一点 蒙娜丽莎的眼睛 也是这样而已 你画的东西 画的图 等一下再 但你到里面看的 另外别人画的 就不一样 然后看他的胡须 每一条都很顺 直直的 不会像我们的 这样 纠结 每一条都很顺 而且不挡到下面 这些柱子的 我为什么一直推崇这个庙 各位看 他每个书法 每个字都很漂亮 他不像现在的庙 用了很多罐头字 电脑字 每个字都用刻的 这些写的 每个都是书法家写的 这个柱子 先介绍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是 我们看这个建筑物 并不需要到八根柱子 才撑得起来 还好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多的弯 这里要用到八根柱子 这个是旧的柱子 以前还没 老庙改建以后 把这个柱子留下来 这个柱子的可贵在哪里 你在大毛补这个庙里面 你看不到一根龙柱 你有看到吗 没有 为什么 龙北 龙北 你刚刚从土地公庙也是 到哪里都是 龙北 没有龙柱 想象得到吗 为什么庙会没有龙柱 因为大毛补人很穷 就这么简单 穷的原因是 这个柱子是我们自己 从大甲西或上面那个软利庚 自己的先民祖先 自己躺下来 自己雕出来的 所以 旧的柱子盖庙的时候 舍不得把它丢掉 就留在这个 主结构的外面 当个 留下这个自己的历史记录 自己的过程 这是给我更早的 住他家的隔壁几天而已 这个住是民国二十一年了 昭和七年是民国二十一年了 所以这个庙有多少大毛补人 大毛补人写的东西 穷乡 我一直说穷乡僻壤 会写不容易 会读书的更稀少 会写字的又更少 更奉毛领奖 写得出句子的又更少 看这个牌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牌子的意思 这个已经是相当精美了 好 我们先看看 咸丰辛亥元年 辛亥元年是1851 所以到现在你看多少 一百五十 这个原来的名字 他们取的是当初要出建的时候 是国王公 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张宁寿是姓生 剩下两个他是姓氏 两个不一样 因为张宁寿当时他有一个 他的社会地位 他是彰化县主 给他一个大毛补肯定手 的一个职位 所以他有一点点官方的位置 所以他是用姓生 张宁寿要盖这个庙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些基金 经费的来源 张宁寿他是奉献出庆福庄 庆福庄也是属于大毛补 大毛补那时候就分两个村落 前面一个村落是庆福庄 这个是庆东庄 我们这个庆福庄是庆东庄 这个张宁寿他就释出庆福庄 他叫大猪补伴 从前就是大猪原来不属于汉人 汉人不能有大猪 我们这些都是 这个地方是清朝他要给这个汉人 跟原住民争执的时候 他们中间他有一个平补族 他们就请平补族的人 来当我们的一个前面的部位 当我们跟泰雅族中间 他在挡在前面 因为你要他们在这边 从事这个所谓的任务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田地给他们 佛奖 前朝没有俸禄给他们 但是这个田地给这个平补族的时候 他们比较不善于耕作 所以张宁寿他们这批人 他就把他们的田地回放了 我们底下再分租给我们汉人的租户 一直到这个道方年间 这个平补族他们 离开这边到武里去的时候 他才把收大猪的权利转让给汉人 所以张宁寿他那时候 他才是有资格做大猪 因为原住民已经把大猪的权利转让给汉人 所以他是付出大猪补伴 他们进府里在开的时候 总共还是用28股 他就是他那边的股份很大 他就是用伍伴的大猪补的收入 捐献给建庙的基金 再来就是姓氏梁吉义 梁吉义呢他是捐出水田的伴 他把他的一股伴的铁 就是捐给国王国 等于把所有权就移转给 这个国王国 再过来一个张登龙 师出庆福庄水株补伴 张登龙等于他拥有庆福庄灌溉用水的水株权 上段还有一个上段筋 他是把灌溉的水株 因为农民他要缴两个株 一个是我们的大株 当然是像我们以前的农夫呢 都要找猪谷给政府 就是找粮食的食物 粮食食物 另外一个就是水 因为你耕田一定要水 你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农夫自己去维护水株 所以这个区块所有的维护水株 就是由水株去负责 那个水株当初的庆福庄呢 张登龙他是负责水株的维护的 所以他可以收集水株 他也把庆福庄的水株 从古伴奉献出来盖国王宫 所以这个牌子是等于我们大毛宫 这个国王宫要盖 他最基础的三个捐献 也等于是大毛宫的信仰中心 是他们三个人主要的贡献出来 然后这个项鸣呢 他打的鸡鸡鸡鸡鸡鸡 每个人都会过去 他就是把所有这个事情 就把它标出来 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刚刚那个刘志勇 刚刚跟各位介绍 每一个柱子他都刻的 漏款的是写字的人 而我们在外面看人家的那个庙 就是捐献者的名字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捐献者 要不要听名字 有 我们通通把它放在里面 我们可以进来看 以前再多我们一样 就是用来 这个后来你再捐献了 你看就是那个五十万 前面那个五十万 他也是刻在上面 他也不能说五十万 他就一个人进行 这个就是照那个顺序下来 然后你看这个是民国景 我们盖这个时候 他出五十万 那时候的工钱 一天的工资五十块 一天的工资五十块 所以大家都是很热心的捐献 那时候我们这边盖庙的捐献者 我们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并不是说一次你就捐多少钱 好 所有的钱有的是分两年 比如说你要两万四 一年一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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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个月就捐一千万 就是也可以减轻我们这边捐献者 每一个每一户人家的经济负担 所以我們在蓋這個廟的時候 我們很少向外面的人樂捲 最主體的還是我們村莊裡面 自己的人來把它蓋起來 當然外面還是有很多人也會捲過來 中間這一圈 這邊它是真實的方位 植武方位就是這樣 這是真 我假設植武假設真的實際的方向 如果植武是這樣 這個圖它就會刻成這樣 現在這麼說 有時候人會誤會說 植武方向怎麼會變這樣 龍武清變左右還是變東西 請問一下植武是南北 植武 外圈就是整個寺廟的體 它的體後面是玄武 前面支柴 裡面這個時候 這個地質叫做用 它事實上 北邊是在這一邊 南邊五合在這一邊 有沒有聽懂 真的有聽懂嗎 因為這個圖設計不好的原因 是它把兩個系統放在一張圖裡面 對 所以有人會誤解 有人會誤解 對 它還叫我說 我一直不想講這個東西 講的會罵人 不要錄 因為你做的人 你設計的人 你要想到大部分的人 是看不懂的 對 沒有這樣解釋 他看 總經理看得懂 會解釋 我看得懂 我會解釋 可是看不懂的人 會說 你這間廟怎麼這樣 因為植武的南北 對 為什麼你會擺到東西 還是怎樣 一個是影廟的座向 對 座向青龍白虎是這樣 影廟的位置是正確的 中間是實際的地理 對 實際的時候地質的方向 是足 這樣對 也是對 通通都對 如果有兩個概念加起來 解釋就不會有味 放在一起就不對 對 通通都對 放在一起就不對 這樣就說了嗎 柱子做錯的事 邱秉坤的事 來 這個他最清楚 我們剛剛外面看那個 這兩個柱子 也有故事 因為邱秉坤 他這個人 是一個文化的人 他要堅持 他一定要堅持 為什麼他一定要堅持 因為當初做的人 他也不是很清楚這個事情 我們各位看一看 如果 如果 讀孔子一書 惟愛春秋一步 跟春漢家陣頭 取如無味三分 這個東西 如果調過來 讀書 會不會感覺到 就不一樣 會不會感覺到 就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才對 但是做的人 他都把這個堆子擺在上面就好 已經做好了 那個邱秉坤 這麼一看 不行 一定要調控 這邊的人 他的文化的 他要想的不一樣 做就做下去了 你重新調過來 要花很多錢 是不是 兩個人就在那邊爭了 真的很厲害了 後來那個主委 他還是感覺到 一個地方的文化與花圈 更重要 如果他沒有花 沒有調過來 那以後的人要誰來解釋 那整個村落的人就變成 這個文化的素養 就是差這麼多 無論如何 要把這個堆子 調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無論誰來看 我們就不會被人家提出來 你真愛老媽 這個就不對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你把它調過來 但是他們當初的爭吵 我聽他們講 吵得很厲害 我們的錢就不過了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來看的人 誰也會在意這個事情 但是真的 來看的人 一定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一調過來就沒事 這個也展現一個村莊裡面 這個文化的意思 它也沒有堅持它的文化的意思 這兩個故事跟三國有關係 重點看這個人 你們看這個哪兩個人 這個人叫點尾 聽過沒有 沒有聽過點尾 聽過點尾一定有打三國 因為這個問題我問我兒子 我說點尾你聽過嗎 聽過啊 我說怎麼這麼厲害 大部分聽三國的都會聽孔明 啊 趙子龍啊 聽過點尾的是誰 點尾是誰很厲害對不對 玩過三國 點尾是曹操的侍衛長 曹操當爬了一個小山 一個將軍的小山 他的細節不講 然後那個爬那個小山 他的侄子就不爽 三更半夜帶人殺曹操 三更半夜帶人殺曹操 那個人就這個人點尾 他的司會長 那些砍曹操了 他司長又出來 從床上爬起來 找不到武器 他的武器被搶走了 隨手抓兩個士兵 當武器 保護曹操 那這邊也是一個 這是原本三國的故事 你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人是誰 用看著猜得到他是誰 上面那一個 走靠近看 一定猜得到他是誰 三國這個一定是誰 看人物就猜得到 朱葛孔明 對 用猜就是朱葛孔明 朱葛孔明會跟關公在一起的 應該就是 初出茅廬的時候 劉備 劉備請了孔明出來以後 孔明總要表現一下 所以他打在一起 這個一定是關公 派關公這些去打仗的 打仗的那個叫初出茅 這些典故都有故事 每個都有故事 甚至這些雕刻都有故事 龍柱這些都 這裡的雕刻很漂亮 我剛剛一直說 我們不敢比這個廟家是 鹿港龍山是哪些哪些 可是很多都是 我們自己人有看過有做過 不是外面的罐頭廟裡 隨便拿著來做的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祭拜龍神的地方 改天我們的龍神就要從 我們畢教堂的後天要請回來這裡拜 龍神是什麼 講著龍神 是一個蠻抽象的概念 他就是把這座山 這個地理方位的 一個冥冥之中的一個器或是什麼 他把它引到這裡來 引到這裡 就是龍神 客家人一般說我們客家人拜龍神 狗狗人拜厚牙 都在桌子底下 龍神就冥冥之中的東西 他沒有具體的形象 他不會看到神像 就在這邊拜 龍神怎麼補充比較好 其實龍神我比較想講 我們經常說 如果剛好發生車禍或怎樣的時候 結果車翻了五圈六圈 人沒事 你會說這個人怎樣 龍很大尾 那龍神是什麼 龍很大尾是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你真的認真解釋 人冥冥之中就龍很大尾 後面就在那個龍神 對 後面的龍神 不過這樣講的視覺不會很好 它就是一個環抱的形狀 環抱引過來的 天地之間的那種 山林之間的一種氣 就在這裡我們把當作龍神再辦 我們把當作龍神再辦 在這裡我們讓我們來看 我們才能ao 有一個人不管